花莲市公所开办爱花莲食物银行获得不少社团及善心人士和企业社团的支持 回南国际同济会日前就拜会了市长魏佳贤 表达了公益合作的意愿 表示未来除了会捐助物资到食物银行 共同帮助弱势家庭之外 同济会举办各项公益活动的时候 也希望可以和花莲市公所来合作 回南国际同济会会长黄博震 协同干部一行十多人拜会花莲市公所 受到市长魏佳贤热情欢迎 黄博震表示这次拜会主要是想和花莲市公所来合作推动公益活动 对社会服务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公所的制度也很好 所以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特别来拜访魏市长来学习他的一些做法一些方法 因为我们会里面很多的活动社会活动 都是希望能够有地方展观来参与 一些召集人气 还有对社会服务多多来支持 市长沃佳贤表示 政府资源无法照顾到全民 因此需要依靠民间力量 市公所非常乐意和回南国际同济会合作 来推展社福公益 今天谢谢我们国际同济会回南会 我们黄会长跟所有的李建石跟会员伙伴一起到花莲市公所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回南会来做相关的公益性的合作 那刚刚在整个拜访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非常感佩 黄会长跟我们所有的会兄会姐 在昨天发生的华东大火的事件里面 他们也马上来成立一个专案的一个 针对弱势慰问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也有聊到食物银行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社团 可以了解食物银行的部分 他们在仿制到弱势的时候 也可以把他们带到我们食物银行来领取有需要的物资 那花莲市公所永远是跟公益 还有跟弱势站在一起 也希望大家有需要协助的部分 也请联络花莲市公所社劳客 那我们会全力的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黄博正会长表示 未来除了会捐赠物资到爱花莲食物银行 共同帮助弱势家庭之外 回南国际同济会举办公益活动时 也希望可以和花莲市公所来合作 同时花莲市有任何弱势关怀 或者是急难救助事件 同济会也希望可以透过施工所转介 让社团一起来帮助乡亲度过难关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